今晚我想來點 台灣人還能吃什麼 網友蓋樓反擊 雞排沒曬紅毛蟹 抱歉了 尚很失明 中广董事长赵绍康真的懂吃 他抱怨吃这个野长吃那个野长 年初的蛋黄只经未解 我们还能吃什么咧 中国官媒见状也来礼貌关切了 台湾人还能吃什么呢 台湾就要毁灭了 台湾就要毁灭了 小编以为是芒果干 原来是高级反串 直接发给台湾民众啥球啦 网友开始认识作战 在留言区美食接龙 反问你们上海人吃什么呢 总统小英也参战 发出泡面宵夜文 鸡排妹则说 抱歉了上海市民们 晒出红毛蟹 and受洗烧 but却有人抨击 用他人的水深火热 替自己蹭热度 天灾人祸啊 真的不要幸灾乐祸啦 对此鸡排妹自爱反击 说破美食照不慈悲的人 怎么不问中国人 对我们仁不仁慈 台湾人被欺负到什么程度 你看不懂吗 哎呀我眼睛夜长重啊 至于艺人柯宇伦 短出的是动物饭牛 动物饭家横隔膜上一片盖饭炸菜 肉丝面在加码地瓜球 上海人知道台湾这两天 地鸡座吃的是鸡腿吗 有什么好悲哀的 哎呀习大大 敌人就在本能寺哦 要怪就怪赵绍康 偏偏跳在上海 闹粮食荒的时候发文 啊对了 近期上海厨艺大赛 网络投票 还是被啃了一口的白饭头 拿下14.4万票 就是4%得票率哦 我在上海呢 已经被隔离管控好多天了 那今天呢 我就下楼吃鸡花袋 在摘的时候呢 遇见一个阿姨 她也在摘菜 阿姨告诉我啊 这个是水芹菜 也是可以吃的 这什么草啊 能不能吃啊 路边随便摘了点野菜 也不知道能不能吃 我没吃到尾了 吃的是真没吃的 你说它开水烫上来说啊 那你打烧你 别别吃了 那你怕不都热着 有的人家已经 没米下锅了 应该是封城的时候 来不及买 然后又配送的 又不见得配送的管道 那么畅通 对于 他们家 那一代有一些人家 已经没有米下锅了 孩子已经在饿肚子了 看到我眼泪都掉下来 最后呢 小编想来点暖心的 中国上海疫情封城超过两周 小猪罗志祥赠送的物资 抵达上海江湾镇移出社区 货车红布条写着 罗志祥助力上海抗议 可以叫来南国港 是台湾歌手 罗志祥住吗 快点叫来 接下来南国港 这是台湾歌手 罗志祥欢迎 我们训练 开发姐姐 啊